这个紫皮 这个甜蜜我们要回收出来 环保不是口号 而是要身体力行 学生们动手分类纸张 印象更深刻 那今天你们来这边 有学到一些什么更新的东西吗 更详细的做环保 就是原本以为 纸类只有两类到一类 然后过程也好 四步四步讲了 原来还有四类 有人丢了垃圾 我们就要垃圾减起来 不然学校就会 到处都是垃圾就 那就不美观了 人人都知道要环保的话 就可以尽量减少那些垃圾 然后那种垃圾可以再利用了 他们就用多一次 就可以减少多一次制造垃圾的机会 reduce 减少 什么东西要减少 对 垃圾 是 6月2日 129位来自裴峰中学的师生 到埃及勒 慈激环保教育站学习 期待学生在即将来临的校庆活动中 扮演好环保小兼兵的角色 维护校园整建议美观 因为我们现在靠近校庆了 然后初一的学生是负责环保的 现在小朋友比较少在家会做环保 然后他们很少接触这一块 就想说带他们来体验一下 让他们知道环保是什么东西 他们又可以出来 又可以学怎么环保 然后环境保护这块 我觉得也让他们多了解 现在年轻人其实互相影响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参访团来 可能一个听了一点点 然后回去就会互相影响 很久这样回去可以行动 可以做 在做回收方面 你们是负责 整个学校园区庆祝这一块的 你们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你们已经来过我们的 埃及勒环保教育站 让他们有一个概念 因为小孩子就是你刚才讲 把他分到环保的工作 他初步的概念就是要剪垃圾 然后就希望给他有更清楚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把他们带过来 他们懂可是他们未必会走 他们未必会去实践在生活里面 两年MCO把他们关太久了 给他亲眼看到别人怎么做是最好的 直接与校方携手合作 取取学生能把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深自心中 真善美之宫王福言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